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同样受益于AI发展,先进封装目前供不应求,ColeOS先进封装产能呈现断崖式缺口,台积电积极扩充产能。 据了解,台积电设定了提高先进封装能力的目标。 到2024年底,台积电ColeOS封装的产能将达到每月3.2万片,到2025年底将增加到4.4万片。 1月18日,魏哲家在台积电法术会上谈及先进封装议题时指出,AI晶片先进封装需求持续强劲。 目前情况,仍是产能无法应对客户强劲需求,供不应求状况可能延续到2025年。 ColeOS全称是chip-on-wafer-on-substrate,是一种2.5D与3D不同的封装技术。 而2.5D与3D主要是排列形式不同,可以拆成COW以及WOS两个部分。 COW是指将晶片堆叠在一起,WOS则是把晶片封装在基板上。 此先进封装技术的优点是缩小晶片空间外,也可减少功耗与制造成本。 因此,ColeOS作为一种高精度技术,它将晶片堆叠在一起,在节省空间和降低功耗的同时提高处理能力。 随着人工智慧AI的蓬勃发展,全球对先进半导体封装的需求急剧增加,导致供不应求。 台积电、三星电子、英特尔等晶片企业纷纷开始扩大产能。 当前台积电所有ColeOS产能都在台湾。 近日知情人士称,台积电考虑赴日本建立先进封装产能,将ColeOS先进封装技术带到日本,但该想法在初步阶段。 Trendforce分析师周恩超认为,若台积电真要在日本建立先进封装产能,规模应该有限。 目前不清楚日本当地有多少ColeOS封装需求,台积电多数ColeOS客户目前都在美国。 半导体企业金融分析师Dan Nistat曾指出,分析台积电经过审计的2023年财报后发现, 汇达成为台积电2023年第二大客户,对台积电的晶片制造服务支付2411.5亿元新台币77.3亿美元,对净营收的贡献占比达到11%。 消息人士称,台积电尚未对在日本投资先进封装的规模时间做出任何决定。 消息人士并透露,英特尔也考虑在日本建立先进封装研究设施,希望借此强化跟当地半导体供应链厂商的关系。 三星电子已获政府补贴,正在横滨建造一座先进封装研究中心。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曾在1月透露,今年ColeOS产能计划提升一倍,2025年还会进一步扩产。 为应对人工智慧AI发展带来的多样化小晶片整合设计和先进封装,除了台积电、日月光、历程、晶圆电等半导体后段专业封测代工厂OSAT, 今年同样积极扩大资本支出,布局先进封装产能。 半导体封测厂商日月光三月下旬宣布,推出小晶片、ChipNet新互联技术。 这是为了突破半导体制造物理局限,ChipNet技术可提高晶片集成度。 而先进封装在这一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能提高晶片运算速度,降低功耗并加快晶片传输速度。 日月光当日推出的新互联技术,通过微凸块Microbomb技术使用新型基础碟层Metallurgical Stack, 可将晶片与晶圆互联间距大幅缩小。 日月光表示,这种互联解决方案,对新一代垂直整合2.5D与3D封装的微小制程相当重要, 可以使得晶片3D整合,以及容纳更高密度的高IO记忆体晶片。 日月光表示,提升小晶片及互联技术可开拓应用领域,除了AI晶片之外, 也可扩展至手机应用处理器、MCU微控制器等关键晶片。 该公司此前预计,2024年先进封装与测试占营收比例更高, AI相关高阶先进封装将从现有客户处获得翻倍收入, 今年相关营收将增加至少2.5亿美元。 此外,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台积电正考虑在日本建设先进的晶片封装产能, 选择之一是将其CoOS封装技术引入日本。 但审议工作还处于早期阶段,尚未就潜在投资的规模或时间表做出决定。 市场原先预计,2024年底台积电CoOS月产能将达到3.2万至3.5万片, 如今预期或超过4万片。 另外,台积电将在嘉义科学园区先进封装厂新厂加大投资, 园区将拨出6座新厂用地给台积电, 总投资额于5000亿台币,主要扩充CoOS先进封装产能。 据了解,台积电先进封装厂CoOS将进驻嘉义科学园区, 建设许可以至最后审查阶段。 然而,台积电将在嘉义科学园区建两座CoOS先进封装厂, 因水利数规划引进云林县湖山水库水源, 引发云林地方质疑台积电在嘉义设厂却从云林掉水占云林便宜。 嘉义县长翁张良回应,台湾水资源有总体调拨, 共享资源,没有县市的问题。 云林县长张立善则表示,当初他争取云林设置湖山水库 是为了给云林人一口干净的水喝, 也承诺不供应工业用水, 台积电落脚嘉义却要引湖山水库之水,他不同意。 报道称,针对台积电用水问题,嘉义县立委蔡义渝陈冠亭向云林县喊话, 称云林嘉义两县市应一同努力发展。 张立善则表示,当初他争取云林设置湖山水库 是为了给云林人一口干净的水喝, 征收土地曾引起民众抗议, 也承诺不供应工业用水, 这个原则不应该违背、毁气。 如果台积电落脚云林, 云林可以完全不使用湖山水库的水。 张立善称,规划高科技产业落脚之处 应该考量最有水、电充足条件的现实, 而非为正党颜色而让产业迁就环境。 嘉义工业区,包括马愁厚、大浦美工业区 长期处于缺水状态, 现在又引进台积电, 没有考虑工业条件够不够, 只一味争取,发生问题谁要负责。 台积电落脚加易, 却要以湖山水库的水, 它是不同意的。 另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张立善还表示, 已接到许多民众, 民意代表反映云林备占便宜, 他完全理解民众的愤怒, 认为此做法太不合理, 是再占云林便宜, 更何况, 当初湖山水库是为解决云林地层下陷, 供应民生用水才设置。 总体来看, 尽管存在一些争议, 由于人工智慧, AI应用快速增长, 驱动半导体先进封装需求激增, 台积电在嘉义科学园区, 占地约20公顷, 其中, 第一座先进封装厂, 规划面积12公顷, 预计2026年底完工, 将创造3000个就业机会。 嘉义县长翁章良表示, 嘉义县拥有丰沛的土地资源, 可为台积电提供潜在的发展空间, 团队将持续强化招商引资的环境, 并携手台积电与南客管理局合作开发, 针对投资进行协助对接, 水电需求部分, 嘉义不仅供电无余, 还成立绿电银行。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